今天到长野的千年古寺 山光寺 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山光寺 这个山光寺是644年就建立了 是世界文化遗产 而且每一个日本人他们一生中 都会至少来一次山光寺的 下面就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看一看吧 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往山光寺的方向走 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半 我是特意两点钟才出门的 因为早来的话 这块人真的是人挤人 没法走路的 我特意是这个点才过来 避开这个高峰期 今天过来的目的呢 是给我们家小朋友 买一个这个生日的这种祝福的东西 因为它马上过生日了 顺便呢 就带大家过来逛一逛这个 长野的山光寺 这个山光寺是644年建立的 它是一个无宗派的佛教 日本佛教的发源地吧 这个地方供着三个 三个什么佛呀 我也具体不是特别兴趣 然后这个寺庙呢 是世界文化遗产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门 进去以后看到那个本殿的时候 非常的壮观 就像一个那种 怎么讲的 就你真的站在本殿面前的话 你就感觉像一个外星飞船似的 因为它是纯木制建筑的 而且已经有了一千多年了 你就会感看 以前人类的这种鬼附成功 真的非常厉害 它那个本殿非常壮观 这个是它的大门 然后进来以后的话呢 右手边的第一家 就这个 写的这个门前这家店 有一个味噌的冰淇淋 特别好吃 强烈推荐 今天我就不买了 这个就是350块钱 它是咸味的冰淇淋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你看这个人坐在这吃呢 算了我买一个吧 给大家看一看 卖350日元 相当于20块钱 这个人买的也是 你坐坐不坐 可以等一会儿 这个卫生冰淇淋是咸味的 但是呢超级好吃 真的超级好吃 强烈推荐 这会儿终于没那么多人了 但是现在马上黑天了 日本现在大概四点不到四点半 接近四点半吧 天就黑了 我们一起逛一逛吧 这种就是日本很有特色的这种商店街 买一些上光寺相关的一些限定的东西 还有一些像咖啡厅啊 物产店啊之类的 这是烟菜 咸菜 这些店铺都是好几百年的了 这边是卖那些佛珠的手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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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那这边很冷啊 这个是卖糯米团子的 下一步我们准备进入大殿 中间的天空快黑天了 现在已经闻到那个香的味道了 烧香的味道 它正门的这个是大殿 大殿过了以后的话 这边还有很多的寺庙 这个只是一个主殿 今天我们就去主殿看看吧 上光寺是日本人一生至少会来一次的寺庙 很壮观吧 我准备去求个签 去摇一下看看怎么样 一百块钱自己自愿投 投了之后你就可以摇那个签 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摇的一个大吉 上次我来是摇的大吉 好了摇完了 是一个小吉 还好不是凶啊 不过摇的凶也不用怕 如果摇的是凶的话 就直接把它 系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块有个大香炉 这个上光寺真的就跟一个那种 怎么说 就跟是真的就跟宇宙飞船差不多 我感觉 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地方经受了很长时间的这种岁月的犀利 全是木头的 太表的一个东西 我们上去看看吧 然后那个地方是卖那个纪念品的 我就给我小孩买那个生日的礼物 准备在那看一看 但那个地方可能不上摄影 如果不能摄影我就不拍了 这块可能确实不太好摄影 所以说我认为你会的 这个地方应用 就是在这排队参拜的 如果要上去的话就要换鞋 那边有个女的穿着和服 我们过去看一看 我给我们家小朋友买了生日礼物了 这个是善光寺的健康手 健康手 保护健康的 还给他买了一个木头雕刻的小猪 因为它属猪 买了这两个 一个御手 一个挂饰 明天就给他寄回国 因为他明年才能过来 现在还在国内 看到了吗 夕阳 马上天就黑了 我们现在到旁边那个寺去看一下 这大大小小的寺可能有七八个 他这些各个佛像有什么寓意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是无宗教人士 只能走马观花的 凑个数看一看 参拜这个佛还要花六十块钱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人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种 那种人叫轮葬 轮葬 这个是山光寺不动尊 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是小的套鹤神寺 好多这个小狐狐狸 这个是山王寺 梦孔 天满宫 这个熟悉 观音 这个是水子观音 水子救苦观音 手里抱了一个小孩 在后面就是送给那个小孩的那些礼物 就是你要捐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它挂在上头 这个很明显 这个就变成一个日本的神社了 这个就不是寺庙了 这是神社 那个也是神社 就是日本本国的庙 我们从侧面出去吧 这个是我们进的那个店 然后对面还有好多庙 我们就那边就不去了 就准备往回走了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也祝愿视频前的各位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